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9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特斯拉这个汽车 特斯拉它是生产这个电动车的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 是行业里面的领军企业 非常的超前 它老板是马斯克 那同时呢 它还制造这个火箭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创新 有领导力的这么一个前卫的企业家了 那我们都知道呢 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汽车 在中国设了工厂 那特斯拉汽车在中国呢 生产量是直线上升 销售量是直线上升 而且在2020年这一年 在他2003年创办公司以来 实现了第一次盈利 可能很多网友都听说过 特斯拉他们虽然说名声在外 虽然说呢 股票的市值挺高 但实际上特斯拉是不挣钱的 他不挣钱是因为他没有到中国 他一到中国他就挣钱了 好 中国市场 中国的消费者是他的衣食父母 他在中国挣的是盆满钵满 而且呢 他会越来越满 但是他在中国名声却不是很好 原因就是他这个汽车问题还是挺多的 他不仅问题多 问题出现以后 这特斯拉特别喜欢甩锅 每一次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总能找到一些客观的理由 把自己的责任推得是干干净净 那因此呢 造成了中国的消费者 对他是不满 而且这种不满的情绪和声音 是越来越大 那就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五个部门 包括中央网信办 为什么牵扯到网信办 我想可能就是 在网上大家都吐槽他 所以说网信办 他们是最了解情况的 那网民都在网上反映情况 网信办就得了解了解清楚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造谣吗 还是事实 罗斯造谣网信办就要对这个造谣进行管束 那如果不是造谣 那就应该是其他部门了 那第二个部门就是工信部 工信部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简称 那我们一看这个呢 就是和工业有关了 对特斯拉如果他的产品有问题的话 那对特斯拉这个工信办就是他的正管 那第三个部门就是交通运输部 因为他这个车是上路的 那在路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交通部是要参与这个调查的 那第四个部门是应急管理部 因为他这个特斯拉这个车在路上出现问题的话 就需要应急部门来应急处理 所以应急管理部 也是相关部门 第五个就是消防救援部了 这不用我解释了 反正这五个部门都是跟他相关的 那跟他相关的 这些事情出现以后 这五个部门都会参与进来 这五个部门全都关心特斯拉这车出现问题 引起来的后果 那特斯拉这个车 他都有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他会异常加速 这个相当可怕呀 异常加速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然 他的电池有问题 电池会着火 车会自然 这两个问题呢 是最重要的问题 是最致命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异常加速 这个你想想看 他就很可怕 他是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呀 虽然说他是自动驾驶的汽车 但是他仍然是需要有人 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去的 但是特斯拉的车 特斯拉的车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异常加速发生了十几起的事故 那今年2021年刚过去一个月 2月份今天刚9号 他已经就发生了四起事故了 这个异常加速呢 是很可怕的 比如说在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 南昌有一辆三系列的这个车 这车他开着开着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就加速了 加速到了127公里每小时 然后这个司机在这个时候 要对他进行这种减速的处理 踩刹车 就不好使 他本来是一个无人驾驶的 人工要干预的时候就干预不了 没有办法 这个司机只好来控制他的方向盘 就向一个大土堆冲去 到最后在这个大土堆的作用下 让这车停止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个车是停了 但是呢 造成了很严重的翻车事故 这非常的可怕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可怕的话 那还有更可怕的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8月9号的时候 在上海有一个车 在闹市区里面 这个车就突然加速了 不是很清楚 这时候这个司机 他能不能控制这个方向盘 他很有可能能控制方向盘 这车因为他本来不应该是会向着加油站里面的设施冲去的 他应该是在马路上的 应该是这个驾驶员能够控制这个方向盘 让他改变方向 而不是在路上一直冲向前 但是呢 他冲进了这个加油站 把加油站的那种设施都冲倒 然后有三辆汽车都被他撞毁 然后还有造成了加油站里面有三个人员 也受了轻伤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故已经比较可怕了的话 那还有更可怕的 那就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在四川的南冲 也发生了一期 这辆特斯拉车也在马路上行驶 结果也是一场加速 他自己就加速 而且这个司机试图要踩刹车的时候不好使 试图要控制方向盘的时候也不好使 结果把街道上很多的车辆以及行人都撞到 造成了两个行人死亡 六个行人受伤 这样的严重事故 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 非常的可怕 那就这些事故 而特斯拉他们竟然都能够找到一些客观理由 说这都不是他们车辆本身的问题 引起来了中国消费者很大的不满 在网上引起来很大的轰动 对特斯拉的抱怨声骂声一片 所以这次这个中央网信办会介入跟他谈话 另外关于自然的问题 这个自然的就更多了这个事故 有的车就停在地下车库里面 晚上的时候自己在车库里面就开始着起来了 根据地下车库里面的监控录像显示 这车先是自己冒烟 然后就出现明火 然后就出现火就越烧越大 把周围也都烧着了 这是在2019年4月21日的时候 上海的一个小区地下停车场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在今年1月19号的时候 就在不久前哦 同样也是上海的一个小区 当时这个车主还在车里面 他觉得异常 他就下车 就发现这个车呢就冒烟 完了以后 很快就开始着火 然后就听到四声的爆炸声 发生了四次的爆炸 到最后这个车都烧到了只剩的骨架 所有的那些设施里里外外 全都烧成了灰 而特斯拉他就说 说这辆车是因为底盘受到了碰撞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不是他车的问题 这件事情也引起来了 网上很多人的一个抨击 说就算是这个车 他底盘碰到了什么东西 那他也不应该爆炸 也不应该着火呀 特斯拉这个汽车 他在设计的时候 你就应该考虑到 他的四周 他的底盘 都有可能受到某一些东西的碰撞 你不能稍微一碰撞 他就爆炸呀 那还有同样也是今年 在1月26号的时候 南昌有一个买主 买了这个车刚刚五天的时间 当他去充电的时候 他使用的就是特斯拉他们官方的那个充电桩 那他充完电以后 当他把这个充电头拔下来的时候 这个车突然就抖动起来了 那车上的那些屏幕呢 也显示了系列的这些异常 然后这车就突然停电了 怎么着也启动不了 本来开着这个窗户呢 也没有办法让他上升起来 车主只能拿一些报纸 这些东西给他挡起来 那当向特斯拉公司向他们投诉之后 特斯拉公司竟然说 这个因为南昌的这个电网有问题 说电网的这个电影问题 在你拔这个插头的时候 这一个瞬间电流太大 造成这车上面的这些保险丝就全都烧了 所以你这车就没电了 那南昌电网听到这个说法 以后南昌电网就觉得哭笑不得 你一个电器的使用 竟然还能怨到电网 这是特别可笑的 据统计说 每100辆特斯拉的汽车 就有250个以上的问题被投诉 这个投诉量是很大的 那特斯拉在中国生产是不断的上升 他们在上海的这个工厂 2019年1月动工 2019年底就开始投产了 2020年1月份的时候都开始交车了 2020年这一年他们就生产了15万辆汽车 预计2021年要生产25万辆汽车 到2021年年底2022年初 预计他们要生产45万辆 那根据他们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当马斯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主持人问他的时候 说你们在中国生产这么多的汽车 而且在中国这么的受欢迎 这么多问题出现 马斯克他是这么解释的 马斯克说呀 说现在在中国产量在直线上升 说当产量直线上升的时候 生产的特别快的时候 说在细节上就难以保证十全十美了 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不可接受啊 一个汽车你说你难以保证十全十美 你哪怕你那个漆啊不那么完美 对吧 这些不影响功能性的东西 还有情客源 你造成他突然加速 不能控制 然后电池自己就着了 这些可不是吹毛求刺 这些可不是瑕疵 这是致命的问题 这是缺陷 而且是致命的缺陷 所以这一次 中国的这五部门找特斯拉约谈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也可能是很及时的 特斯拉的问题 必须得进行规范了 在中国挣着中国的钱 如何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政府必须得为消费者来撑腰 必须得为消费者来做主 必须得为消费者来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解 ipper 感谢观看